对于李维席而言 这些年来养父母要求的费用名目是越来越多 数额是越来越大 可是同一年 那套曾经短暂写着他李维席名字的房子 赶上拆迁 老两口拿了44万元的拆迁款 但是即使坐拥44万 小儿子都已经开上别客车了 养父母却依然把其电动车的养子告上了法庭 并且以生活困难为由 索要山洋飞 但是对此的老太太周凤真却解释说 拆迁款嘛都交给小儿子李文春了 已经拿去买了三套房子 老太太表示 为了买这几套房子 他欠下了一些债务 而这些债呢 还是要小儿子李文春去还的 所以两位老人还是觉得自个儿一无所有 于是就让这个大儿子承担赡养责任 这一次嘛 根据法律规定 法院还是判决李文喜 追加一部分赡养费用 并且承担老人今后三分之一的医疗费用 我受不了了 我什么在买到里还 还惹 其实这个时候 李文喜呢 也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 既然养父母一再要求他承担义务 他也承担了 但是他是不是应该也要享受同等的求还利呢 于是2011年李文喜反击了 他起诉到法院 要求分割房屋拆迁 所得到的那三套房产 那么这次反击又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呢 刚才我们说到连续被养父母步步紧逼之下 李文喜也火了 2011年他正式反击 起诉要求分割房屋拆迁所得的三套房产 在李文喜看来 既然这些年来他一直承担了赡养老人的义务 那么他也应当享受权利 然而这场官司嘛 他打输了 反正认为1997年 他和两位老人的收养关系已经解除了 既然亲属关系都不存在了 财产的事情也就无从谈起了 李文喜很无奈 难道说他对这两位老人就没有权利 只有义务 那反过来说 小弟李文春就可以安心享受所有的权利了 李文春都高中都了私利 大学都了丧林 在家庭的东西 在农村的情况下 他根本没有继承成的 现在的高 高度了 他的什么都没有 家的东西全部给他带给老 怎么说呢 法律有规定 只要养子女是被老人抚养成人的 关系解除之后 老人的生活又有困难 养子女就必须一直帮肾下去 毕竟法律考虑到人家把你给抚养成人了 不容易吗 这个出发点是正确的 而分财产的问题 跟这不是同一个问题 那么对于李文喜而言 这条规定的存在也确实让他无比被动 只要一打官司他就得输 所以当养父去世 李佳人要求他承担桑堂费 他不给 两边又要去法庭相见的时候 他发出了无底洞的感慨 绕了一大圈 是这么回事 好 这天又是法庭相见 周凤真不停的指责李文喜 是妄恨负义 而李文喜也是反复强调 抛开权力 只谈义务 对他来讲 那是很不公平的 但其实这个时候呢 发生在这个家里的事情 也引起了逐身法官的注意 为了了解更多的情况 他们走访了一些熟悉情况的邻居 那么在邻居的眼中 这件事到底是怎么个评价 2014年的12月 官司的结果出来了 出人意料的是 这回李文喜啊 还居然不需要给钱了 法院驳回了周凤真的诉讼请求 怎么会变化了呢 因为一方面 在那条收养法的特殊规定当中 只规定了生活费 却没有规定丧葬费 而另一方面 李嘉仁和李文喜 从前呢也从来没有约定过 老人的丧葬费 该如何去承担 再有按照风俗习惯 一个已经解除了收养关系十几年 继承不到任何财产的养死 你还让他来承担丧葬费用 这似乎也说不过去 可是这天呢 得知结果的李文喜 脸上还是看不到半点轻松 他说过去的这17年 对他来讲真的是好沉重啊 每次在法庭上看到养父母 看到姐姐弟弟 都是他最难过的时候 而且没有人知了 他心底里啊 其实一直藏着一个秘 他们还经常会知道 在这一家里 李文春 李文强 我养父 养母 其实这句话 我从来没等外人说过 我也不敢等外人说 也不想等外人说 我讲这实话 他们经常知道的 都是葡萄的 平常是何 它也没什么不好的 我自己轻生 对妈我怎么知道 从来没知道 这不知道这明明是什么原因 李文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们猜可能是他潜意识里头 还是认同养父母给过他一个家的 而李文玺可能并不知道 在李家人那里呢 其实也有相似的感受 过去的17年对他们而言呢 同样也是感觉到很遗憾的 你像我们之前那时候在他们结婚之前 我们见面的是喊个个 不喊名字 曾经亲密无间的一家人 为什么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了 其实回过头想想 当年的收养应该算得上是一桩善局 也许李文玺还是应该多想想 拉扯一个孩子成人的不义 那善史为什么不能有一个善终呢 李文玺还记着这个家的好 那只要李家人善待这位没有血缘的孩子 养母周凤真多一点包容 家里读书最多 见识对管的小弟李文春 能够从中调和 而不是对大哥苦苦相逼 兵士前贤 不是没有可能的 孟子说过这么一句话 君之士臣如手足 则臣之士君如父亲 君之士臣如权马 则臣之士君如国人 君之士臣如土戒 则臣之士君如寇仇 我想读懂这句话 应该就知道这么做了